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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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一定搭不上 所以要在1.20以后就两班巴士 严格来说是四班巴士 但是方向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概就是池袋啊 浅草啊 色谷啊 这一代 就是大概是这样 但是呢 你好 你坐了车到了饭店 请问你要负责一晚的住宿吗 要 所以你没有赚到 那我跟各位说 那有四线巴士你可以搭 但是分两个部分的巴士 一个部分叫做金吉深夜清晨巴士 金就是金城的金 吉就是很吉的吉 那有往六本木星城 色谷方向 在羽田经厂出发有一班车 是凌晨的2点20分 那另外呢 这是一班 这是一班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熟知的栗目金巴士 往池袋方向跟浅草方向各有一班 池袋方向你敢敢看 1.40的可不可以搭上 如果不行就是2.20 2.20就没有车咯 然后呢 呃 浅草方向呢 1.15我是觉得一定不会敢上 因为你1点才到 然后2点有一班 但是呢 它们停靠的地方呢 比方说池袋路线 它停靠的是在池袋站的东口1号 所以呢 你要找饭店就只能找在池袋站的东口1号附近的饭店 那往浅草呢 它就停在一个叫豪金酒店 那你就只能住豪金酒店 但这个晚上要不要付钱 要付 所以我不觉得比较划算 那呢 有一个比较划算的方式呢 就是呢 你在雨田机场2楼入境大厅呢 是有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 那这个一个洗澡的地方 一个人呢 是30分钟 30分钟呢 要驾驶大概日币1000出头 那它是单人隔间 那也有衣架 吹风机 浴巾都有 那你就在那边洗洗 洗一洗之后呢 然后 你还是得进室去 所以我是个人觉得就是 有一点不划算 那如果说你清晨6点钟要回来 也就是 我先跟各位说 你买的是LCC机票 就是所谓我们国人口中的廉价航空机票 就是所谓低成本航空机票 呃 基本上我建议大家是提早3个小时去报到 因为状况会非常多 所以6点要飞 你3点就要到 3点就要到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第一个就是呢 除非你住在瑟谷啊 六本木 这个区域呢 坐那个荆棘深夜巴士 清晨巴士 因为呢 呃 这个呃 因为乘 呃 雨田机场虽然很近 但是因为它要绕嘛 所以大概我觉得 还是要估一个小时的车程 那凌晨2点20分是有一班 嗯 等一下 不对 前往雨田机场呢 是呃 呃 二 二子玉川站是凌晨3点05分 澀谷站呢 是凌晨3点30分 澀谷站西口呢 是凌晨3点33分 所以你敢去其实都有一点敢 呃 我 我不是很建议 呃 然后栗木金巴士呢 不管是迟袋还是浅草王 雨田最早飞金 最早的班次呢 也都是 呃 3点35分或3点25分 其实都会有一点感 所以我建议如果是这样 你不如就是那一天 呃 做最晚一班到雨田 然后去雨田洗个澡 然后就准备要去等 要去 check in 了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那这是回答上个礼拜的那个 上个礼拜的听众朋友的问题 另外上个礼拜还有听众朋友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如果 呃 要怎么样清楚你的浏览 浏览的记录 其实 网路上 我试过啦 网路上有 然后不管是 呃 像我自己 呃 私底下我个人用的是 呃 呃 呃 每颗电脑 或者是我公司用的就是一般的 呃 一般的电脑 其实都有 就是有一个 你上网查的清除 cookies 你就是把它清除掉 那最近呢 有 呃 航空公司出来说没有影响 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有一点影响 对 所以你们大家可以去 试试看 那再来呢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呢 买便宜机票 可是为了避免大家觉得 便宜机票就是一定要是 所谓的LCC 低成本航空 廉价航空 我想要今天先教大家 呃 呃 传统的航空公司 你还是可以找到便宜的机票 那要怎么找到便宜的机票呢 首先呢 我就要先各位来分享一件事 就是说 过去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是事实上很好用的东西 就是 呃 累积里程数 用里程数来换机票 我个人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那很多人都听不懂 累积里程数 那我把它换成一个 我们生活上会用的东西 呃 就是 大家都有去便利商店买过东西嘛 然后便利商店是不是有买 七十几块就可以起一点 然后起了几点之后 就可以来换东西 或者是来呃 加架购 那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呢 你搭飞机呢 就是呢 在累积里程 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知道 台北到香港的飞行里程 大概是501里 所以呢 来回呢 就是一千零二 所以你如果 买了一张 传统航空公司的机票 你飞香港来回 你就累积了一千零二里 那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呃 就是 等会我们会讲到 几个不同的航空公司 换香港最快的是 所谓的亚洲万里通 亚洲万里通呢 就是 你如果有一万五千里 你就可以得到一张机票 但是你要付税金哦 税金很重要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呢 呃 你飞15趟香港 就送你一趟香港的概念 这样大家有明白吗 这样大家有比较 呃 把它用在你实际生活上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那呢 可是呢 谁适合来做这个里程 里程呢 我觉得其实呢 刷卡就可以累积里程这件事 大家也是不懂 过去呢 大家有没有记得 你刷卡呢 就会累积一些 呃 所谓的 呃 红利点数 然后呢 到了一定的时间 他会就寄一本 呃 给你 就是说 欸 你赶快看这一本里面的东西啊 然后呢 有什么要换的 比方说 呃 这个 可爱的杯子 这个可爱的杯子 它呢 就是 呃 你要花一万里 就可以换一个可爱的杯子 对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现在呢 是你换的东西 换成是机票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那呢 我们呢 那呢 我们呢 就要先选择什么样子的里程信用卡 比较适合你 我先讲这个通责 我再讲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 呃 好 我们先听了 来 呃 谁适合办里程信用卡 第一个是常出国洽工 这个呢 我的确有 但是呢 我出国洽工的部分 跟大家 比较不一样 大家都是公司固定 跟哪一个航空公司合作 或哪个航空联盟合作 那你可能呢 就会累积到比较多 可是我不一样是 邀房单位不同 做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没有很符合 但是我还是适合办的哦 再来了一年有多次的海外旅游经验 嗯 也还好 因为呃 没什么价可修 再来呢 就是信用卡的刷费 呃 刷卡金额大 嗯 这个也没有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缴 那国外的消费金额大 这个嗯 我好像也还好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呢 还是呢 适合办信用卡 为什么 等会跟那位讲 然后呢 可是呢 你如果要快速的累积里程呢 就是要办 所谓的预期卡 预期商务卡 或者是什么 嗯 比白金卡更高的就对 因为白金卡 其实有点泛滥了 就是白金卡现在还蛮普通的 再来就是呢 嗯 要办呢 嗯 累积里程效率高的 这个我等会会跟大家分析 再来呢 就是 年收入有40万以上的人办 当然卡片是比较好合下来的 那 再来呢 我要跟各位讲说 呃 累积里程数这件事情呢 就是呢 我今天有准备了一张 一张图 要让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 呃 怎么累积航空里程数 我先给直播了 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那我先说明我等会 那个会再给大家看 就是呢 你要看 飞行距离的不同 舱船的不同呢 你会累积不同 像比方说我刚才讲说 非香港 是501里 这是百分百的计算哦 可是 可是 因为有些 你买到实在太便宜 他可能只给你算百分之二十五 有些甚至没有办法计算 可是你如果做到商务舱呢 最多 我有看过百分之一百五的 也就是呢 你搭一趟 从台北到香港 假设你是 选 买那个 买那个很贵的商务舱 你可能呢 就可以累积 750里了 好 这个是 不同的地方 再来呢 第二步呢 就是呢 刷卡累积呢 国内消费的刷卡 累积一里 大概 呃 最难累积的是 30块钱 最好累积的 我有遇过 是 5块钱 但5块钱 那是有一些促销 那呢 我自己现在在用的部分呢 是30块 部分呢 是15块 这个我等会再教大家 然后呢 你累积到一万五千里 你就可以换香港来回机票 但是要付税金 好 然后呢 里程数除了换机票以外呢 还可以呢 换旅馆 然后 我通常是用在换机票跟换旅馆 那折抵消费这些呢 就 嗯 比较没有 我比较没有在做 折抵消费跟限定位 那呢 我们呢 要换旅程数之前 我们要先认识喔 呃 世界上呢 主要的航空联盟呢 分成三个联盟 你要先搞清楚 你通常都搭什么联盟 那呢 朝那个方向去挤 然后办信用卡 朝那个方向去办 这样才有意义 哈 第一个呢 就是呢 假设呢 你很常飞 欧洲的直飞 然后特别是我个人是 美食爱好者 所以呢 我还蛮常飞巴黎 那长荣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长荣呢 就是星空联盟 它是呢 三个旅游联盟里面呢 历史最悠久的 那长荣呢 它的联盟体系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航空公司 就是它的飞机很值得搭 为了它我做了松山雨田的飞机 就是 呃 全日空 呃全日空呢 松山雨田是有飞七八七的飞机 不一定 呃 它有两三架飞机 那我记得是下午一点多那一班 飞是飞七八七的飞机 大家上网可以查一下 其实都查得到 那呢 这个呢 长荣航空有的是累积在长荣航空里的里程 不能换星空联盟 累积在ANA不能换星空联盟 那你可以问一下说 你这个里程 如果到时候你想要换到星空联盟去 可不可以用 它们这个呢 其实都是有一些规定 你要再确认一下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 我说我常飞法国 所以最近呢 法航复飞 就是台北巴黎 一九两班 还是三班 我有点忘记了 那呢 法航呢 跟中华航空都属于天河联盟 是第二大的航空联盟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呢 去华航 假设你是华航的会员 你去华航订 台北 所谓的桃园机场飞 巴黎直飞的飞机 但是直行飞行的是法航 所以呢 可是你可以把你的里程数 累积在你的中华航里面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那法航呢 的服务呢 我只有做过法航国那些 我觉得 没有不好 但它不是像亚洲那种 就是男的帅女的美那种类型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 嗯 法国人的感觉 这样 然后再来呢 最后一个呢 是我自己现在有在累积的 就是 所谓的环宇一家 环宇一家 是第三大联盟 那主要就是国泰航空 跟 JL是日本航空 那主要就是这个 那 国泰航空呢 它自己呢 也有发展出一个 亚洲万里通的 那个形式 所以呢 其实呢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啊 大家听完这么多 大家想说 那我这样子消费 就是 大概平均是25块一里 这样划算吗 那我算给大家听齁 以华航来讲呢 它呢 就是呢 呃 它呢 就是 亚洲线的呢 大概是 呃 3万5 3万5的mileage 可以换一张来回机票 所以呢 你呢 嗯 以25 嗯 就是如果你呢 呃 去换的话呢 可以换到 以你在国 以25元累积一点 在国内消费5万点 哦 这样是2万里就可以换了 它可能有降低一些 然后你就可以换到一张7500的机票 相当于 就是等于 现金回馈 1.5% 也就是呢 我们通常在做现金卡 现金卡的回馈呢 通常是千分之五 那就是 嗯 百分之0.5 那是不是相对划算很多 那7500的机票呢 其实呢 大概就是台北东京 然后吉隆坡 然后冲绳 大概就是 7500 那它的回馈率呢 大概是在1.5%左右 那如果呢 在更高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3万5千mileage 可以换到 官岛波流的 经济长机票 大概是价值1万6 那这等于相当于现金回馈是3% 这样大家很清楚 就是里程的好处 那呢 嗯 嗯 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你要选择适合你的 比方说 我是一个很常去香港的人 之前在节目中有讲过去香港将近快要50次 所以换香港机票容易换这件事 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 那以目前呢 以目前的规定来看呢 呃 最容易换到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万里通 那亚洲万里通有多容易换到呢 是1万5千mileage 就可以换一张 那长荣以前是3万5 那华航也是3万5 但华航有没有改 我还没有查到资料 我不确定 因为我很少用华航 但长荣呢 有换成呢 也是2万里 2万里 嗯 就是比 嗯 亚洲万里通还要再 高一点 亚洲万里通来回是1万5 他现在换成 2万里就可以换来回的机票 那我觉得这个呢 是相当的方便 那我自己换过 换过蛮多次亚洲万里通的 税金 每一家税金都不一样 包括 嗯 所谓的LCC廉价航空税金也不太一样 那呢 嗯 我换亚洲万里通来回 都是 呃 经济舱 我付的税金大概是2千多块 那我换呃 长荣那一次 因为回程是星期天晚上 他真的没有 经济舱可以给我换 所以呢 我就换了商务舱 所以我去程的经济舱是 2万5的一半 所以就1万mg 回程呢 商务舱呢 是5万的一半 所以是2万5千mg 所以就是3万5千mg 我换成这样 那我来回的税金也是2万 2千多块 所以其实是划算的 大家可以 那呢 网路上呢 有一些可以互相里程交换的 我要跟各位说 里程交换不是不可以 但是请你要相信我 你要真的很信任他 你才可以这样做 还有 你在网路上买的任何里程 或者是你的亲朋 还有馈赠你的里程 都跟你原本的里程 基本上是不能够 并在一起使用的 也就是说 我举我自己换长荣的 这个例子来讲 我是因为有个长辈 他忽然呢 在9月底跟我说 小鸣小鸣 我跟你说 我有一个里程数 11月底到期 长荣的 然后我就说 嗯 所以呢 他说 所以呢 就是我把那个 里程数送给你 我说送给我 可是我 然后他说 你去香港啊 两天一夜也可以啊 然后我就说 那你有多少里程数 我说 我的户头里面 长荣在1万多 因为我飞了巴黎 巴黎单程是6千多嘛 来回就是那个 然后他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啊 要过期的是3万2千多 那我直接会3万5给你 那我就想说 3万5 那我应该可以去日本 可是我没有时间去日本 我就决定两天一夜去香港 那我就打电话去 呃 我先跟各位说 网路上 你可以先换 换完之后 你会拿到一个 呃 呃 所谓的定位代码 就是一个号码 然后呢 有英文有中文的 有英文有数字的 然后你要打电话去问 然后呢 那小姐就跟我讲说 既然3万5 看起来是要过期了 那你不如就 回来换商务舱好了 因为商务舱是 果然我回来的商务舱 只坐7个人 但经济舱是满满满的 对 那呃 所以我就把我朋友 送我那3万5 完全用掉 可是我自己的1万还在那 所以呢 我未来呢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呢 我要去香港 我就可以换一张单程机票 去香港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不是要去跟人家买 呃 1万的Mailage 去换经济舱回来 就是呢 我要再买一张单程票 但单程票大概是 呃 来回的7折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划算 所以呢 大家要想清楚 因为你买的 或别人送你的 都不会在你的 呃 在你自己的账户里面 可以合并使用 这一点呢 有很多人一开始换 完全搞不清楚 那你在网路上交易呢 它平均呢 呃 的价值大概一里呢 是0.3到0.4块 那就要看 你是什么样的航空公司 价值大概在哪里 好 那我们呢 里程述先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进广告 我们等会儿回来 继续讨论我们的机票 谢谢 同样的价格 同样的失当 好多人喔 有人在问 上海必去的深度旅游 喔 上海我没去过 真的喔 哇 哇 嗯 好 嗯 先讲一下 上海地区我没有去过 虽然我很多朋友在那边工作 所以呢 要讲深度旅游 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讲 但是呢 呃 上海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对 我看一下 脸书可以追踪吗 没有欸 很抱歉 没有脸书 有问题 在news98官方粉丝团 那个 家珍会帮 帮我跟大家 这个直播影片会留多久 有文字档可以查吗 没有文字档可以查 直播影片会一直留在 news98的官方粉丝团里面 然后 常出差的人可以专注某一个联盟饭店 升上会员资格 对 没错 呃 某一个联盟饭店 某一个联盟机票 甚至同一家航空公司的机票 都是很好用的 好 谢谢大家说 资讯很实用 今天的节目连结 就是会一直在news98的 那个官方粉丝团 对 那个陈怡安很抱歉 上海我真的没去过 虽然我很想去 可是因为我常常一个人旅行 我还是会有点担心治安 所以一个人旅行 我还是会选 治安 嗯 比较没有问题的地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那么常去 日本 那至于 法国我是豁出去的 因为我就是爱吃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 去法国 对 就是这样 我连去意大利都是豁出去 因为我要吃美食 对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那个 再问 好 刚才会讲太难吗 大家回答我一下 那个里程 那个里程兑换 刚才会不会有太难 如果有太难的话 我再回去想想 要用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跟大家说 好 欢迎回到news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上周alive的记者苏小英 今天我们也有在news98官方粉丝团直播 所以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发问 那刚才利用广告的时间 回答了一些朋友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怎么订便宜机票 那我想请在听的人 可以跟我讲一下 刚才那个里程兑换 会不会有太难了 那呢 我现在呢 再来呢 要讲的是里程兑换 就是从信用卡 那我先讲 信用卡其实很多霸霸款 同一家航空公司 也有跟很多不同的信用卡公司合作 发展了很多不同的信用卡 那呢 我要讲就是说 比方说以华航来讲好了 我认为华航呢 但我 我基本上我没有换过华航 好 我只有在 呃 我从洛杉矶回台湾的时候 我有用华航的里程序 升等到商务舱 对 我只有 这么一次的机会 而且我升等到商务舱之后 坐在我旁边 是一个很知名的女歌手 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然后我觉得她吃东西吃好少哦 她吃水果餐跟迪卡餐 可是她呢 还是只吃了30% 其他70%都留着 到了因为 我们飞回来 呃十几个小时 到了呢 就是 她后来觉得 我一直在盯着她的餐看呢 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她就问我说 怎样 你想吃吗 我说 对啊 好可惜哦 你都把食物丢掉 她说 可是我不能吃啊 对 然后那时候我人在美国 呃 呃 我在美国念书跟生活了三年多 那是我要回来的时候 我就买万维提提回来 这样的对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那么懂 我就问她说 我就问她说 为什么你要吃那么少 她说因为我不能吃 因为我要维持身材 我说啊 然后她说 哦你不知道我是歌手某某某吗 我就 哦 我离开台北三年多了 我不知道 然后她说 哦 没错啦 我的确是这一年多才出来的 所以 那时候就还蛮有趣的 然后后来她就 最后她就把那个 那个餐 最后那个那个餐呢 她就 嗯 送 呃就是把 她完全没碰过 就说那要不要给我吃 所以我也吃到了 华航商务餐的低卡餐 嗯 真的蛮低卡的 我觉得 没什么调味 不好意思 我今天感冒 所以那个 声音状况一点不太好 那呢 华航的部分呢 嗯 如果要指华航CP值高的呢 当然就是 汇丰银行的 华航联名卡 这个是 呃 她很方便 但是呢 说实话 她呢 还是要就是 呃 你有办到预期卡 或无限卡的这个 才会 呃划算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白金卡的话呢 她呢 其实你办了之后 会先送你一千里 我 因为我们都是用白金卡 她是需要年费的 像这种 呃 比较呃 兑换的 基本上都是需要年费 要跟大家讲 但是你如果用年费去换算 你换的东西 其实是划算 她的年费是六百块钱 那呢 她的国 呃 海内 或者是国内的消费 都是三十元一里 这样子就对 那有 一年三十天的免费机场 国际机场停车 这个部分呢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呃 国际机场的停车 你要看你需不需要 因为对我来讲 我是不需要 所以这个就不会是 再加上我真的比较少搭滑航 我就可能不会这么选 那呢 有 呃那呢 长荣航空呢 它有跟两个航空公司合作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的 一个呢 是台新银行 台新银行呢 是如果你真的很常飞 而且你在你生日那个月 你保证你可以有 超过五天的假 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的 因为它在 呃 呃 会员生日的当 当个月 会有一些机票的促销 是非常便宜的 就是你一定要刷那张台新银行 跟长荣航空的联名卡 那因为长荣航空还有一张联名卡 我觉得也蛮划算的是 长荣跟国泰世华的联名卡 那这个联名卡呢 它的好处呢 是呃 如果 呃 就说你海外消费 我记得是15块钱一点 然后呢 而且它的那个累积 它是每个月就自动 帮你存进去你的那个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有兑换 兑换这件事情 就是呃 你每个月就是 有到五百里还是一千里 它就帮你存进去你的 你的那个 呃 长荣的会员里面 我个人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亚洲万里通常常的使用者 那为什么会常使用亚洲万里通 第一个就是 我很常去香港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我很享受在香港过境 因为在香港过境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香港过境 你只要停一张表 你就可以 进 机场 那因为我常去香港 不 常 禁市区 然后因为我常去香港 所以我有 亚洲万里通嘛 呃嘛 我有巴达通卡嘛 那巴达通卡的好处就是 你凭着巴达通卡 当天 禁市区 坐机场快线 禁市区会扣一百多块嘛 回程是免费的 所以我可能来回市区 只要一百多块 而且有一个好处是 我有一次还故意在香港呢 就是我坐台湾早班的飞机 六点二十 那一班早班 然后去 然后我一直到 呃 凌晨零点二十分 才要搭飞机去罗马 然后呢 我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在香港 所以呢 我就出境 那在出境之前 你要记得呢 去办一个 就是香港机场呢 因为你是转机 所以你可以退税 退税呢 是给你现金 那我记得 我忘记现金是几百港元了 就是你可以去退 然后你进去跟出来 呃 你巴达通卡 就要扣一百多块 我觉得是很划算 那因为我有朋友在香港 所以我就顺便去香港 看朋友 找朋友 然后呢 去朋友家吃饭 然后去朋友家玩小孩 玩玩小孩呢 之后呢 又搭着那个机场快线 进去 然后因为你大行李 它已经帮你转了嘛 所以你是有小行李 所以你就是小行李也很方便 然后就再进去 再检查 就进去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香港转机 呃 非常有趣 再加上我很多朋友在香港 我都可以到处去找朋友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那呢 呃 我用的呢 是国泰式化 亚洲万里通卡 那它的好处是这样 就是呢 我用的呢 它有分好几个level 那我那个level呢 好像叫做理想卡吧 它的年费大概就是 588 598 我有点忘记了 那呢 我的国内消费呢 30元一点 那海外消费 好像也是15元一点 但它有个好处是 它跟台湾的一些 比方说高铁 铁路局 然后旅行社 然后饭店 那我先讲旅行社 我比较用不到 可是饭店这些 还有一些餐厅合作 就是说呢 30元一里是在台湾消费 可是呢 你在它有签约这些通路呢 它两个月后呢 会再多送你double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 原本你赚了30里 它又再送你30里 换算下来就是15元一里 我个人觉得蛮划算的 而且再加上 我说过 我比较不是那种 像很多人去到处去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公司会固定 跟哪一个机票联盟 或者是哪个饭店联盟 我其实是邀访单位 说什么我就去什么 所以其实是很不固定的 那我就会常常 那另外呢就是在海外消费 我要跟各位讲 用信用卡在海外消费 也要聪明使用 并不是你觉得信用卡都很好用 而且信用卡 第一个就是说 它有海外刷卡 有一个帕数 然后呢 它又有海外回馈 你要算 来回你是方便 你是划算的 你才刷 然后再来就是呢 到欧洲呢 信用卡很重要 到日本呢 特别是我去北海道的时候 我实在带太少钱了 信用卡又真的没那么好用 所以我那一次在日本 真的是差一点 没有钱回来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想清楚 你去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呢 你要用什么样的 那个信用卡 非常重要 那我要跟各位讲 你要找出一个最符合你的 你不要不要说 你自己明明收入没有那么高 你要去办一张预习卡 你光年费 就要给人家两千多块 然后你又刷不到什么 回馈不到什么 那也没有意义 所以我选了一个呢 就是呢 比较比普通还要高档一点点的 然后呢 是需要缴一个 一年大概是六百块左右的年费 是我可以承受 那我刷卡呢 尽可能都刷它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在台湾我常常笑说 如果高鞋早些年可以开始累积里程数 我应该累积很多了 可是我也是 就是高铁我也会累积里程数 累积到前一阵子我才换了一张高铁 的那个 高铁票 那你看我刷卡又可以累积里程 那又可以double mileage给我 然后我又可以 呃 我可以累积高铁的里程 是因为我买高铁 我可以累积航空公司的里程 是因为我刷信用卡 信用卡公司又给我double mileage 是不是很划算 所以呢 你要充分的运用这个东西 你才能够有效的运用你的里程数 然后另外呢 最近呢 我要讲喔 就是我上个礼拜 呃 在准备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发现 呃 有两个新闻 就是呃 大家在网路上跟陌生人买呃 呃 机票 结果被骗 我要先跟各位讲 网路上很多人故意放很便宜的票 千万不要随便乱买 因为 呃 他们呢 就跟你买演唱会的黄牛一样 其实你没有 呃 因为演唱会的黄牛 曾经有自己印票啊 结果你去了之后发觉 欸 这个我的胃啊 你怎么坐啊 这个这个我的胃 结果我发现 你买的黄牛票是伪造票 那 机票也 会有这个状况 然后有些黄牛就是 取信于你之后定位之后 可是因为是他定的啊 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你的代理人或干嘛 他要去取消也很容易啊 所以如果你跟网路上的人买票 呃 像网路上有些人为了要取信大家 就比方说 呃 有人在卖中华航空公司的里程 他直接约交易的地点是什么 中华航空公司在南京东路上有一个 呃你可以现场去用里程换票的柜台 那就没有那种营获良器嘛 你拿到你就走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 如果你真的要在网路上买 我不是说网路不能买 但是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做一些功课 做一些准备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买的里程数 不归你原本的账户所有 要分开使用 就算要放到你的账户里面 拜托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还有里程数正常的价钱 一个mileage就是 就是呃 0.4到0.0.3到0.4 然后太高太低都不要买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 如果里程数卖你一千里 然后他卖你0.25很便宜的 但你买来要干嘛 一千里可以换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换 因为你连手帕都换不了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换手帕 好的 呃休息一下广告后 我们再回来继续谈 呃廉价航空 谢谢 这样你们在威胁他们啊 对啊因为 里程兑换书且书书免 哦那个太难写了 这个真的 那我要成真秘书 有人要帮忙 我有好多资料 对 所以我要谈廉价航空 大家 里程不会太难 但是 想知道哪家信用卡换里程 比较划算 我刚才在节目里面有讲了 移安好朋友 你想要去上海 对 你自己要看一些 听一下 你等会可以用那个 呃直播的影片回播的功能 你再听一下 啊你要看你要换哪一个 啊上海哪一个 比较划算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 可能长龙 我帮你看一下 长龙跟那个 长龙跟华航 看呢 华航 华航 华航要三万五耶 长龙呢 长龙我记得修正 长龙也是三万五 长龙单程 一万七千五 来回 来回 也是要 我的节目 会一直持续吗 想介绍朋友 来收听 嗯 我会有机会来代班啊 因为我还有正式的工作啊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上周Alive的记者 苏小音 大家今天也可以 上News酒吧 官方粉丝团 收看直播 然后有问题 可以 呃 问 那如果今天来不及回答呢 呃 看我们下次有机会碰面 再回答你 或者是呢 我们 我再请那个 呃 加珍把答案给大家 然后最后一段呢 终于要来谈 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 就是 呃 所谓的廉价航空 LCC 低成本航空 的 呃 我要跟大家 从头分析 然后再跟大家说 你要怎么买 才划算 好 然后呢 呃 我要讲的是 呃 LCC呢 快速串起呢 其实呢 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旅游变成 呃 越来越多人 不是只有外国人 台灣人也是 那呢 就是越来越多人想要 但是呢 我要先跟各位讲 LCC的机票 价格呢 它其实呢 就跟股票行情一样 就是浮动的很快 涨的快 跌的也快 这完全看供需期 供需曲线 跟供需需求 所以呢 在建议大家呢 要买之前 要真的 货比三家 然后货比三家 要讲到前面 所谓的 浏览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 去清除你的 浏览的Cookies 好 就是清除那个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 比较好 再来呢 LCC呢 的机票 通常都是单程买 而且不含税 不含行李 那所谓的行李就是 上飞机 可以带的行李 那我等会儿 要跟大家讲喔 这个上飞机 可以带的行李 每一家规定 都不一样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 千万记得 行李这件事情 很可怕 然后再来就是 所谓的不含税呢 是 每一家呢 除了机场税 是固定外 每一家航空的 呃 税金 都不一样 比方说 我自己非常 呃 喜欢的那个 呃 乐陶航空 因为我觉得它的椅子 比较好坐嘛 但是呢 我上个礼拜的 节目有跟大家讲 乐陶航空 它比方说 你去关西做乐陶 价钱真的不贵 可是它在旧的航下 就是现在第二航下 你要做shuttle 进来第一航下 你才可以进市区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呢 如果你是纯度价 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想櫻花的时候 嗯 三四月的时候去 然后我觉得 好像四月出去的 然后我觉得 我在二航下 等着要去一航下的那个 那个 呃 等shuttle bus 的那个 我觉得风吹来是舒服的 而且因为 呃 我不晓得为什么是 因为放假心情啊 我觉得关西的风吹来 就是不会像台湾有一种 潮湿的感觉 这是我个人的心理感受吧 我觉得 所以 嗯 乐陶航空的税金呢 它就比 洁星航空低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嗯 你要买之前 要很确认它 呃 的这些部分 好 因为它的机票 比方说 现在特价999 999 税金没有含在里面 然后再还有呢 心理也没有含在里面 好 所以这个要注意 再来呢 促销期间呢 并不是都是最便宜 这个呢 我要跟各位讲 是这样子 就是假设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现在乐陶 再做一个促销好了 去关西 比方说 呃 去关西你现在买 明年的 呃 1月15号到1月25号 哈 我的促销价999 请问 是这段期间 每一个 每一个单程都是999 不是 它会选几个 那那个呢 通常就是所谓的 红颜航班 就是刚才我 最早回应到前面 有人说 他买了LCC去飞雨田 桃园飞雨田的LCC 如果我没记错 也是乐陶 那呢 他说凌晨1点到 我真的觉得 好厉害 对 就是像这种呢 他可能就是999的特价 或者是最便宜的特价通常在这 可是呢 如果呢 他是早上11点飞 你觉得会有999特价吗 不会 所以 并不是说在这段期间 都是最便宜的这个票价 还是会有浮动的 那他基本上 票价就是一个浮动 他就是一个市场机制 就是 呃 呃 需求 大于 供给的时候 就贵 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 就便宜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再来呢 他跟一般的订票系统不同呢 就是呢 他呢 就是你什么都要上网去订 因为他要减低 呃 人力成本 因为人力成本是最贵的嘛 我个人是学器官的 人力的成本真的很高 所以呢 你就是全部都要上系统去 所以呢 大家不要再抱怨说 啊 那个 我打电话去LCC航空 那个服务态度很差 因为 他就是要节省最便宜的人力呀 所以他当然是把服务外包给 能够接电话的人就好了 他不是要来处理问题的 他是能够接电话的人 至少说 啊 我有接 我没有忽视你这个 可是呢 他最终的回答都还是会跟你说 那你要上网去处理哦 对 因为他就是要把人力成本 节省到最低 这样 好 再来呢 LCC航空呢 他呢 采用的呢 通常呢 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也就是呢 你要去查机位 其实呢 就相当你要去定机位 所以他不会是一个 就是说你随时可以open 去查说 哦 现在状况 机票的定位 状况 定价状况是怎样 不像呢 一般传统航空你进去之后呢 比方说 我个人最常用的是国泰航空 因为我真的比较常做国泰航空 所以呢 比方说 嗯 嗯 我就会选说 嗯 我几月几号去 几月几号回 他就会把 那附近呢 大概前后加起来 总共七天的时间呢 就是 假设你几月几号去 几月几号回 价钱是多少 你就可以在一个表格里面 就是七 七乘七 的这个表格里面 你就可以去找出一个 你最便宜的票价 然后你就看你可不可以去 这样就对了 那我回到 这个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呢 去传统航空公司找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是我个人的归纳 可是我发觉 网路上很多人 看法可能跟我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 我认为星期二到星期四 飞出去或飞回来 是最便宜的 有些人说星期一 我觉得不是 因为有些人星期一 会想说 那我星期一就多休一天 我星期二才回来 或者星期五一定不会便宜 我觉得二跟 二到四 特别是三 我觉得最便宜 所以我那时候 比较有价 而且比较有时间 就是我 离开前公司的时候 我回到这边 比较有价的时候 我呢 去日本 我都是玩一个礼拜 我就是周三去 周三回 因为票价会最漂亮 所以呢 我做松山雨田 是传统航空哦 而且我不是说 我为了要做全日空 ANA 七八七的飞机 下午一点多飞 这样 我来回的机票 大概就是 不到一万 一万四千多 我觉得很划算啊 因为雨田进市区超级方便 然后 而且再加上 呃 他们有一个 呃 他们的那个铁路 我有说过他很多系统 他其中一个铁路的系统是 你买雨田进去 然后含那些系统 两天呢 我记得才 呃 日元 一千两百多日元 你就可以做他那幾 我记得有四条铁路 就是 所以我前两天 就都做那四条铁路的啊 所以这个是方便的 所以 大家要跟大家讲 然后 再来呢 LCC的小技巧 就是促销一定要想 要去抢 头箱 然后尽量选冷门的时段去定 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啊 我记得库航是每周二会有一个促销价 然后呢 节星呢 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那库航的每周二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 所以如果你要定的话 记得早一点起床 哦 然后再来香草呢 都 他不一定 但是呢 他有促销的时间大多在周五 好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乐陶呢 他是不定期促销 但是他促销呢 都在日本时间的凌晨十二点开墙 那日本比我们快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晚上的十一点左右 所以然后呢 他的促销特价呢 呃 比方说像虎航呢 他是不定期 可是他常常会有什么光棍节促销 或者是什么 三个人 呃的促销 我也买过四个人的促销 跨年的促销 虎航会比较有这个 然后节星呢 也是不定期 然后呢 库航很常做的是 如果你喜欢做得舒服一点 库航会有商务舱的促销 然后是双人飞的促销 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然后乐陶呢 他会有一个促销 是圣诞节会有促销 还有乐陶的促销呢 通常是48小时就管了 不像有些人都很常 像古航的促销 都会给你一个扣 那个扣呢 就是有英文字 有数字 然后你要输入那个就可以特价 所以这样子呢 是比较方便 然后这里没有讲到亚洲航空 是我个人对亚洲航空 嗯... 印象还好 呵呵 就是没有特别好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 因为飞吉隆波 要做五个多小时 我觉得超过五个小时以上 大家 嗯...真的要想一下 你是不是要真的要做LCC 因为做起来真的还蛮不舒服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大家真的 可是我其实还没有办法把机票全部讲完 如果有机会 我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 嗯... 呃...刚才呢 直播上有一直 有人要问我的FB 对不起我没有FB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就是留在那个直播下面的影片 那我们会有 那呢 花旗信用卡 对!花旗呢 是任何一家都可以累积的 三万六千里 你可以换华航去飞日本 东京来回是有的 好 那以上就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你会让我准备你 再订阅一下 再订阅一下 就像一下 好 的 你 帮别人